Hello,我是Steven Law 今天又是問答環節 繼上次的問答節目之後 我繼續回答粉絲的問題 我選了一些和上次的問題不重複的 新問題出來解答 現在開電腦看看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如果我只是想簡單單單自學 彈一下半奏唱歌 而又未考慮過 繼續,例如編曲 那我應不應該 開始學吉他呢? 學吉他 對你好,對老師好 對地球經濟也好 是一個win-win-win的三贏局面 去學吧 老師你好 想問你對一個女學生 想男導師家學吉他 一對一有什麼看法 會有危險? 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幾天 想你給一下意見,謝謝老師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就像你走到街上過馬路 你不小心都會有危險發生 所以最重要是自己小心 如果你真的很介意 男導師的話,你可以PN我 我可以給你一些女導師的資料 雖然香港的確比較少女吉他導師 你覺得四部和聲 對Fingerstyle編曲有沒有幫助 學多些 不會有危險的 想遲些畢業後 教全職吉他 月入應該預計自己有多少呢? 嗯... 你不要期望太高 你可以當著和做文技差不多 很多人以為做樂器導師時薪很高 一個小時有幾百元 但實際上一天 你沒有幾多學生給你教 通常在我們這個行業 你有二十個學生就夠生存 當你平均每個學生 每個月交一千元學費 有二十個就有兩萬 你在琴行裏面教 就要和琴行分用 你自己開工作室就交租 所以最後結論差不多 大約可以代一半 就是大約一萬元左右 但你千萬不要忘記 學生會請教同學退堂 所以你把一萬元打過八折 那就差不多了 大約每個月八千元左右 那當然啦 沒有商量 沒有MPF 沒有醫療 可能連入息證明都沒有 所以想買樓做案 其實也會有困難 由於沒有退休金 所以退休後 都要自己想辦法 我想學音樂系 可是朋友都說 以後的生活身水很不穩定 想請問以你的經歷 我該學嗎 嗯… 是很不穩定的 但是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以我所知 年收入超過一百萬港元的結他手 他們有什麼特質 你可以看看你有沒有 首先非常狂熱地勤力和專注 然後他們全部都是開公司的 大部分有相當高的彈奏能力 還有這個很強的經商能力 還有這個Marketing的能力 以至他們就算不做吉他 應該做其他行業都會生存到的 還有他們會做很多盈利的工作 那其實我想和你講一件事 在大部分的行業裡面 最頂尖的人都不外乎是勤力 專注和博學的 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歡 而且可以全程投入的工作 我看到上集老師遇到別人的批評時 也表演得很平和 請問你日常有時這樣的嗎 有什麼使心境平靜的方法 嗯… 多看一些書吧 學聖經所說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 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好,問答時間到這裡完結了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